298公鸡头 看这个鸡头 还有一个机关 哇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安徽宿州 看 虚线 今天吃个路边的地锅鸡 你看一排 全是人 来我们到里面看一下 刚好在座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整个的炒制过程 苏州 虚线 你们这苏州当地叫虚线是吧 虚线的 地锅鸡 冷油下锅 你看这个姜 师傅现在是不拘一格 姜段 葱段 然后八角 辣椒 鸡精味精糖 看这个是刚刚载好的小公鸡 哇 这里面有半锅的油啊 全国各地其实炒鸡啊 其实大中小异 主要就是看这个鸡品质怎么样啊 鸡好不好 这边做的什么呢 这是这个帝国鸡里要用的啊 这是这个帝国鸡里要用的啊 人家要的单饼 人家要的单饼 味道还是很辣的 鸡是新鲜的鸡 一天都营业吗 一天都营 中午和晚上 中午和晚上 哦 这个还是高压锅 炒锅之后还要高压锅压一下 嗯 老鸡 还有老鸡 对 哦 要不然就是炒的话炒不熟是吧 嗯 对 炖不出来 炖不出来 要炖的话 要炖很久很久 嗯 够八小时 够八小时 好 好 这个厨房全是美女一个人 炒制贴饼全你一个人搞啊 哦 对 这个是美女大厨炒低锅鸡 素州啊 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安徽素州 当地叫虚线 低锅鸡 他们这个生意是真的好啊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他整个炒制过程 待会儿到外面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场面啊 门口做的全是人 姜 你们那个姜切的好随意啊 哦 不是切 就直接拍的 直接拍的啊 对 切成段就可以了 哦 对 是 然后加一点点葱段 嗯 哟 还有点烹 你算过吗 你们这一天平均能炒多少份这个帝国鸡啊 我计小几个楼子价值可能有二十三十个楼 二十三十份是啊 对对对对 哦 哦 小份是多少钱 小小份是九十八 是吧 小公斤一年的 一年小公斤九十八 然后两年的三年的就是价钱都不一样 哦对价格不一样 最贵的就是三年九十一二百九十八了吗 三百三百九十八 三百九十八 三百九十八 哇 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要的 就刚刚 这份线载的 这个味道还是很重的 嗯 我得稍微远一点 对 风机一开就好了 一个人忙完两个啊 还要贴饼 还要现炒 哇 然后这边还有高压锅 要现压 你看这边 这边师傅还是 我讲真的是都是现杀的老公鸡 哇 这里边还有胃里边的玉米啊 还有 哦 看这个玉米 这个鸡大啊 这个有几斤钟大概 有六斤钟 六斤钟啊 六斤钟啊 哇 哇 这个要放弃 他这个生意是真的好啊 他提前做 有些可能来不及 还有现压 外面还有很多人在等着啊 声音有点吵 风机开了啊 哇 香味已经出来了 很多锅要这个现贴的这个饼啊 选一个人吗 这个还有适当的稍微淋一点点的油啊 然后 然后 在手上 贴成饼 哇 这个声音太吵了 我们就出去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 人有多多啊 看 哇 这个场面 他是在一个路旁边啊 刚好路边能停车 声音是真的好啊 我们看一下啊 哇 这都是老公鸡啊 这公鸡都有几年了是吧 三年多的 哇 看 这边后边有一个鸡卷啊 都是现代的一个老 现代现杀的啊 看 这个有几年啊 这个 两年多 两年多 看这个脚灯能看出来啊 哦 把镜头放好 298 一份老公鸡 然后 另外加 这个是123 123 4 5 6个凉菜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凉菜啊 哎呀 这个一个是凉满的七红柿 一个是 这个是拌的鸡蛋 然后一个豆角 一个花生米 这个是驴杂 凉满驴杂 一个萝卜 哎呀 吃哪个呢 颜色是真的漂亮啊 两个人 其实这个份呢 我感觉五六个人 四五个人吃 最好 我还没有开啊 像这样啊 看这个颜色 哇 好辣啊 不愧是老公鸡啊 鸡皮都满满的嚼着啊 哇 舒服 真贵 有一点点的咸 有一点点的辣 小孩子吃肯定会绝辣 不过是真的好吃 我一直就是 我看有很多就是 都会单独再去夹这个饼啊 这个饼是 它那个 它去边炒鸡的时候呢 边 做了一个饼啊 看 哇 这个饼蘸这个 汁 真的是 真的是 看着就流口水啊 然后把镜头 拉近一点 颜色漂亮啊 哇 就是一种死面饼 就是一种死面饼 泡的这个汤汁真的 精华全在这个汤汁里啊 嗯 嗯 哇 再来一块 嗯 看 哇 哇 这个是真的入味啊 这个真的适合什么呢 上个好友一块到这边 聚个会干嘛啊 200多块钱 300块钱 再喝点小酒 1234 6个菜 一盘鸡 绝对够吃了 嗯 舒服 嗯 再蘸点这个 汤汁啊 来点精华 这个也超好吃啊 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调了个蒜 鸡蛋 嗯 嗯 哇 贵 我们最后再搞个这个 公鸡头 看这个鸡头 看一个机关 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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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太舒服了 嗯 嗯 哇 这个口网好好啊 这个胶胶胶 嗯 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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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